《伸型》 《伸型》 身形方面 在身形方面 牵字頭 頭就是位置只有往物兩邊定 定一邊 一牵就牵 就是整個時間 有人中夜的時候 就是螳螂 螳螂也在望著 用螳螂的眼睛看著 燒雞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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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雞盆有東西的時候 力度在下面 燒雞盆 拍它後面 再用力一點 燒雞 鐵尺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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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鐵尺 花仔濕 青花 青花是不會生直的 青花的腳不會生直的 鐵尺 鐵尺 鐵尺為主 也稱為三角馬 鐵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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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馬 為什麼叫三角馬 這個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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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是不是只有石頭 所以這個要忍實 這個要忍實 如果你的鬆口只有一次 如果你鬆的話變成一字 所以這個位置 要實 不如關 腹浪要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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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要撐 如果鬆了 所以裏面要撐 所以裏面要撐 這裡外面要夾住 這一點 要扭 領過這邊 所以要夾住 如果我們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位置 人的中間 可以分三 這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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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面頭3 我們之中 這裡為主 我們由這個位中 所謂叫做 腰馬橋 所以叫做 腰馬橋 什麼叫做腰馬 如果腰 腳馬 會鬆 會鬆 你們可以自己站起來 你們可以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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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腳 才下腳 馬是否鬆一點 就是說 我們的馬 這個腰 這個腰 如果不下去 如果不下去的話 如果不下去的話 這個位置升上 這個 升起來的話 放鬆到 這裏收後 複龍刀尾 夾住 以前來說 很多時候 新教地方 很多是棋樓的 所以會阻礙那個浪的 所以這個位置 一定要把它拔開 要拔開的 在那個 所以一定要把它拔開 要拔開的 在那個 以前 而且呢 收拾頭的時候 乾淨的時間 你來 在庚田的時候 所以你這樣上 它的那個泥巴 會黏住你的腳 所以要這樣 來上 所以 一個樓 所以 用這樣 方法